大家好,歡迎收看廚具大發現,我是Ficky 新年就到啦 蒸糕和傳統菜式食道宴 但又想在家製作簡單和好吃的菜式招呼朋友?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Toshiba蒸氣焗爐 它的外形籤巧,內容實用,可以同時蒸兩層 設計採用touch panel,最主要的三個功能 純蒸、焗、蒸焗一按即用 簡單易控,即使是焗爐伸手都容易上手 事不宜遲,讓我立刻做兩款菜式,嘗嘗它的蒸焗效果 首先教大家做紙包三文魚 用紅蔥頭墊底,以黑胡椒調味 再放上露筍,然後放三文魚 灑香料,加少許橄欖油 最後放三塊檸檬 用牛油紙封邊包裹三文魚 放入蒸焗爐 Toshiba蒸氣焗爐蒸主效果和明火相約 有三種蒸氣模式 今次我們以純蒸100度蒸10分鐘 自包三文魚就完成了 用了10分鐘就蒸好 零失敗新手煮都沒有難度 這款蒸氣焗爐可以同時蒸兩層 每層蒸兩款菜式,可以做到一爐四蒸 香味又省時間 接下來教大家煎焗豬安扒 熱鍋加入牛油煮熔 放上醃好的豬安扒 轉中大火滿面煎一分鐘 預熱焗爐至180度 以蒸氣烤焗模式焗10分鐘 焗好之後取出豬安扒 淋上麥塘芥末汁就大功告成了 豬安扒看上去焗得很漂亮很juicy 讓我嘗嘗 大脹 玉塘芥末汁 火 ont食い 判斷 火炭 火炭